欢迎收看大爱话之 暑假到了大手牵小手 到大陆的主题乐园去玩 一定会发现到处挤满了人潮 子虹在大陆玩过主题乐园吗 其实像我这么认真工作 当然是没去过了 我去采访 至少采访过吧 我采访过是一两个 可是老实讲印象没有很深刻 据说中国大陆的主题乐园 超过两千五百个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到 大陆的游乐园去开心放暑假 现场来宾是旅游专家 陈建青小胖 大家好 小胖其实是旅游专家 就是旅游达人 而且带团去大陆经验非常丰富 那你自己有没有曾经去大陆 哪一个就是主题乐园去玩过的 我曾经去过 自己去玩过就这样 因为男生嘛 第一次看过 去看看航空母舰 在深圳的 那个明科斯号航空母舰 去体验了一下 结果他那个船拉上来 因为我本身也干海军 就看到那些设备 完了以后 还得希望 下面还有个所谓的那种 体验的陆军的 那个陆上乐园 那陆上乐园的体验 是更不一样 是他坐着装甲运兵车 你只要花了五十块人民币 他带你装甲运兵车 烙你一圈 真的装甲运兵车吗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叫做航母乐园 航母的主题乐园 明师科号航是从哪边 从乌克兰拉回来 应该是俄罗斯 俄罗斯对对 就那些共产国家 分裂也完了以后 拉回来了 報廢的軍艦拉回來 所以它是一個以軍事為主題的一個樂園嗎 對 甲板上面有飛 有那個所謂的現在所謂的什麼 米格的戰機啊 是真的有戰機停在上面嗎 對對對 還有戰機停在上面 就是變成我們所謂講 拆下來一些所謂的標本 所謂標本就是說退役的飛機 拆下來就放在那邊就展示 所以這個應該對很多男生是有興趣的 對 而且沒有看過說 哇 以前那種航空母艦長的什麼樣子 對對對 是 大陸的這個主題樂園非常多啦 那不曉得說它跟台灣的主題樂園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它特色在哪裡 其實像我們的一般認知說 遊樂園主題樂園會認為說 類似像我們的所謂的 那個某某的八千水上樂園 玩水的啦 或是說六福村啊 建湖山啊 或是說那種 社會很驚人那種的 對對對 冒險 有什麼過山車 過山車 雲霄飛車 雲霄飛車 對 但是他們比較不一樣 他們把一些所謂的文化的景點 把它加注在那種所謂主題樂園做 像我們清明上河園就 河南的清明上河園 那清明上河園玩什麼 就玩了當時的北宋文化的體現 包工要省安啊 壓著人到處在路上 那個我去過 它其實就是複製清明上河圖裡面的 然後你就去可以去走以前北宋的那個街道 對 然後會有人在賣包子啊 有人在打鐵啊 就各式各樣 然後最妙的是到了開封府 還會有人喊冤 對 那其實就是文化的一些所謂的體驗的主題的樂園的幾點 比較不比較不像還有個像以前的封都鬼城 對 這個我去過 對 那個這個反而是 一般的我們提到那個是景區 那還是是不是樂園 其實它是這個 它算一個主題樂園 只是它的主題 不是跟我們一般台灣人所想像的主題樂園不太一樣 對 其實封都鬼城的話 我是很早以前去的 就是九零年代中期去的 那時候還讀書的時候去 那時候的感覺是 嗯 做得有點粗糙 對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善 現在它移上來了 對 移上來了 有比較細緻點 但是說句實在 因為大陸這種 那種進步那麼快 有個講 洗腥驗舊的東西 也非常的非常的快 對 所以要更新嘛 對 像我們常常說 哦 圓民心 圓民園 對 北京的圓民園 就放火被燒了對不對 那它在深圳呢 就在珠海就弄一個圓民心園 圓民心園 你看大家當初去體驗 當初 當初慈溪太后去見這個圓民園的時候 是 那種感覺 那其實這樣時間一久來 它變成一個 變一個很 怎麼樣 現在變成一個 賠錢的一個景點 賠錢的景點 是 我想比如說 我們提到美國的遊樂園 可能就想到是迪士尼 或者是環球銀城嘛 那日本的話 有很多那種卡通人物的 比如說Hello Kitty 或者是那個小金匠的樂園嘛 那在大陸的話 大陸的話 卡通比較有名 應該是 羊羊跟灰太郎 對 他們有用這個形象 來做遊樂園嗎 它現在就 還沒有做這個 但是每個有的主題樂園 都會加助於說 因為它這個沒有什麼 大陸在大陸沒有什麼 沒有一個專屬的樂園對不對 沒有沒有一個版權 對 那可能就說 我在民客市場這個樂園 我就擺了 他擠牙羊跟灰太郎 在那邊 就出現兩個玩偶 對 還能說 吸引這些小朋友 小朋友 是 對 沒有一個所謂的很正貴的說 這個是有版權的 有一個東西可以使用的 他們沒有這樣 不過這很可惜喔 因為它好不容易有一個 本土自己自創的 對 那個卡通的明星在那裡 沒有把它搞成像迪士尼 一個那種樂園 對 可是他現在有個見證是說 好 那個迪士尼 那個迪士尼對不對 要在上海要新蓋 但是他會希望加助在 加助於所謂的喜羊羊跟灰太郎 再加助在這個上海的迪士尼裡面 那他們願意嗎 關鍵是迪士尼他們願意嗎 應該是願意 因為不是他們自己家族的 可是會有一個現象是 這個市場 畢竟在中國 對 他必須得迎合中國人 不是一天到晚 就是唐老鴨啦 或是Micky啊 所以那隻老鼠也 也將近六十歲 應該是全世界最會賺錢的老鼠吧 是 我們這個中國大陸的主題樂園 它非常多 而且它推陳初心非常快 對 先帶大家到今年一個最流行的地方 叫瀋陽 我們去看稻田 竟然也可以變成主題樂園 一片綠油油的稻田中 只見挪柵腳踩烽火輪 馬拉爬梨比車塊 這些田中化是由不同品種的水稻 在運用3D的技法所組成的 通過衛星定位的儀器 每一個點用精點和尾點 找到這個精確的點 每一個點最後連成一條線 展地技術呢 用了遠近透視法 以稻田畫的整個畫部的中心點為中心 把遠處調大了 近處調小了 這裡是瀋陽市 瀋北新區 也是習博族的故鄉 相傳這裡是由習博族遵從的 撒滿法師 向田地裡撥撒不同顏色的種子 以祈求豐收 經過百年的歷史演變 而形成今天獨特的稻田畫風景 成為瀋陽市 以稻田為主題的觀光新樂園 稻田主題樂園 小胖 這種樂園的話 對臺灣人有興趣嗎 我完全覺得 應該是不會 沒什麼多大的興趣 對 因為像這種 像我一個旅遊業者 我帶著客人要去玩 會不會打吧 對 你可能講 你排著什麼東西 這比我們的 那個西色的花海還糟糕 對 可是像比如說 大陸的話 遊樂園剛剛提到說 有兩千五百多個嗎 那有哪些樂園市 其實我們帶團到大陸去 是有可能去的 台灣人比較喜歡 對 我們剛才講 城鎮的景秀中華 還有一個世界之窗 最早年是 早年是旅行長 一定要去的 對 你不排不行 會被挨罵 是說 那個多漂亮 因為當初 最早的時候 廣州作為所謂的 臺灣路徑旅遊的一個窗口 那發現說 這個地方 哇 中國的這些秀場 這麼漂亮 甚至白天去玩完了 晚上還可以集中那邊看秀 非得把五十六個民族的秀 代表看完 才寧願走開 那還有一個世界之窗 那世界之窗 就是國民小家 那是小人國 對不對 對 那一次 他的福源相當的大 那會有個狀況 希望每個人都來這邊 喔 中國有哪些景點 他都把他擺在裡面 一次把中國的景點 統統把他看完 就來一個地方 可以有騙去中國大陸 就對了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比較特有的 臺灣沒有的 比方說 我是從網路上面看的 你可以穿越到 那個國共抗戰的時候 喔 他其實有一些像 他們最近推出所謂的那種 我們講紅色路線的一些旅遊景點 對 紅色旅遊 那現在 甚至還有一個主題樂園 就是說 把那個 八路軍 八路軍抗戰的時間 是 把它濃縮成一個類似 我們講的 類似影城這樣的模式 是 弄一個主題樂園說 你可以背著槍 甚至說拿著 拿著那所謂的空氣槍 去打日本鬼子 對 那真的有人打扮成日本鬼子 讓你打嗎 有有有 他是會把 是員工嗎 是不是 對 員工 他就打到說 我這邊過來 那你要變成一個俠客 對 或是說本來一個義勇軍 那我戴著那個帽子 那我來這邊體驗一下 當時 那些老前輩 或是那些老八路 怎麼樣去做一些所謂的 攻擊日本軍 日本軍的一些活動 像這個應該臺灣人也沒興趣吧 是沒興趣 但是 在大陸很夯耶 甚至有時候 他每一場每一場的門票 你幾乎都是賣光的 可是一般的影聲 他很聰明 他其實是把我們 臺灣玩BB彈的那個概念 包裝在一個 一個有主題的影城裡面 就氣彈槍那種 對 對 打氣彈那種遊戲 甚至說裡面還有一個 那個實際的造型說 我要去截火車 因為他們會運兵車 炸火車 炸鐵路的模式來做 有點像我們所講的 環球影城那個方式 對 你可以參與演出變成 靈演的一部分 對 這還蠻有趣的 對啊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不同的 那種設施 在這個主題樂園裡面 還蠻值得玩的啦 對 但是他們還有他們自己的 那種招財術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來跟大家講一講 他們樂園經濟究竟有多龐大 雲露飛車卡在半空中 遊樂園的工作人員 一邊安撫遊客 一邊啟動應急措施 這是大陸遊樂園設施 應急救援演練 讓我們的相關的部門和工作人員 在能夠碰到這樣的一個突發狀況時 能夠在最有效最短的時間內 能夠把我們的客人救援到地面上來 保證客人的一個安全狀況 會這樣如臨大敵 實在是因為過去慘痛的教訓 記憶猶新 2013年上海歡樂谷的雲霄飛車 突然卡在最高點 所幸28名遊客沿梯走下 有驚無險 同一年西安遊樂園的急速風車設施 疑似安全扣鬆脫 三名遊客在高空中遭到甩飛 當場造成兩人重傷 而死傷最慘重的是 2010年深圳華僑城遊樂園的太空民航 突然發生故障 當時在艙內的40多名遊客 全部被甩出艙外 當場造成649傷 大怒神或是雲霄飛車 坐在上面已經夠刺激了 還被卡在半空中 真的非常恐怖 可是這種事情在大陸 不是只有一次 好像常常發生 到底為什麼小胖 其實大陸的這些所謂的旅遊 景區裡面是一些設施 第一個可能是人員訓練不足 第二個就是說 再來就是說他們就是說 沒有按照一個安全的規則來做 所謂的檢查或是防備的東西 甚至說他們的人在做多的時候 沒有一個所謂的很專業的一個訓練 第一個我就看到 我看到你坐在那個椅子上面 安全帶有沒有扣緊 對有沒有繫好 他只有看你推過去 走晃過去一次就好 對 可不可以我們在日本 在美國的時候 那些人的警員 是不是去拉你的安全帶 是緊的還是鬆的 要確認嘛 對 確認完了以後 他才會放行 對 那可能在這部分 就會有點疏忽 就我有扣緊沒扣緊 跟我們坐飛機一樣 對 大陸人還有一個一個一個素質 就是說 怎麼講就是說 因為他們對於這種東西的安全設施 認為說跟坐飛機的安全帶一樣 扣不扣沒關係啦 對 但是一旦發生從 發生狀況的時候 是扣不扣都會有關係 是 這是遊客自己本身 本身 設施設備本身 對 那另外就是說 還有就是 在我們搭乘這個設施的時候 是 我們在國外一些 一些的 一些所謂的經驗是 人家你坐上去以後 開始會有所謂的安全講解 對 告訴你什麼要都做 什麼要都做 你要一步一步來做 做到確實的動作以後 他才可能放行 而且我們這邊 在大陸你會看到 不是 他就坐上去 扣上去 好了就走了 對 而且其實像比如說台灣的話 很多那些機械設備是從國外引進的 對 他引進的話 包括他的那個定期檢查 包括的話都有規定 大陸有些 都是一整套 對 大陸有些的話 可能他是自己國產的 那其實引進的話 也許這是那種 後續的保養和維修的話 不一定按規矩來 對 甚至還是說 反正這個很簡單 像我們大陸 這把上 這跟拉電梯上去一樣 沒兩樣 對啊 甚至曾經就是我看過 就是說 跟類似在帕太陽弄 所謂那種彈力球 就人坐在那個 那個鐵球箱裡面 那用那個 那個所謂的 那個纜層往上彈那個 大力彈上去 突然又彈上去 我看到甚至是 他好像在路邊也有這種玩法 有一陣子的話 就在那個 那個什麼北京的 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街啊 那個最熱的 王福祉大街上就有 就有 曾經有過 那你就想想看 那個安全的設施 第一個 周邊的環境 以及設備的 設備是不是安全 確實 就會有造成這種狀況 他可能就是覺得 這看起來很簡單 就直接模仿了 對 就直接 或是說經濟來 或是說買人家 國外淘汰的中古的東西 我就組裝 我就來玩了 所以像大陸這些 遊樂設施的話 對台灣遊客來講 有吸引力嗎 其實對台灣來講 的客人不太有 所以吸引力 像所有的 像我們雲霄飛車 這個是其實說 台灣人在國內 就很多 反而是那些 所謂的秀場的部分 遊樂場以後 這些遊樂場裡面的秀場 會對台灣人有興趣 像裡面 像現在在長洲戲舞的 宋城裡面 就會有一個 那個石井大秀 哇 就會看到以前的秀 那個秀就特別吸引 是 那台灣人 台灣的客人 一旦吃了戲 我要去看這個 因為他有看頭 對 是 台灣人自己還挺清楚的 我如果要玩那種 最刺激最先進的 我不到大陸玩 大陸我就只看秀 對 那其實就是會讓 就是我們所講的 這些景點 安排 其實大陸還有一些 那個景區的旅遊 模式跟我們不太一樣 現在我們買了門票以後 是一票到底 像我們建福山 或是那是一票到底 可是他們不是 你每到去一個時候 那邊還要再加錢 另外再加錢 所以說有一點 像我們講的 那種自助餐式的 所謂的門票 就單點 對 然後到一個地方 就像我去那個 周莊 他有好多景點 你要進去看 你就要另外再買票 對 大陸叫原中的 對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有個狀況是 反而給 給那個所謂的 我們台灣客人的印象 不太好 你要的一票到底 就是園區 對 可能不一樣 你去想說八批式的 這邊要五十 那邊要八十 你要去 甚至說你到那個 秦淮河 你要去看某某家裡 看那些所謂的 以前的百年的床鋪 是 也要給錢 還要另外給錢 看這張床還要給錢 可是他們這些 主題樂園會 一窩蜂的出現 主要是來自於 門票有賺投嗎 其實他們是 我講的 這種旅遊門票 是相當有賺 因為 一旦像大陸現在 我們講的十一五一 他們沒有地方去 只能往這幾個地方去塞 是 那假如說像我們最近 最夯的 我把熱氣球 帶去那邊 我跟你講更夯 因為大陸人都想要 看台灣熱氣 大家都喜歡湊熱鬧 對 一窩蜂的湊熱鬧 但是一旦會有個 新鮮期過了以後 那些樂園怎麼辦 你又不經濟 就收掉 就換掉 再換新的 就下一個人再去承接 大家想做新的 他就會變成爛尾 會不會 因為他好像每次都 非常大手筆的投資 像我們這 就是以我們台灣的台資來講 是 原大證券投資一個 所謂樂滿地 在廣西 對廣西 貴林 那這個樂園 它因為它是結合高爾夫 跟樂園 就一家大小都可以 都可以玩 但是會有個狀況 這個樂園 現在比較少人去 而且甚至荒廢了 荒廢了 所謂的荒廢是 有些零 有些東西 有些 沒有維修 甚至失於維修 乾脆就不弄了 不做了 可是我進去一下 我可能這邊可以玩十個 十個項目 對 我只剩下四個 剩五個 那我可能興趣就會缺缺了 好像就類似就是 呃 遊樂園區的話 荒廢掉好像不只是這個 好像北京各地都有 對 是因為大陸遊客的話 他民眾的話 那種消費心態的話 更新很快嗎 對對對相對的更新 因為他 怎麼樣 對啦 就喜新研究的方式會比較多 對 那我這個王國 就像我們說我玩過我幹嘛去 是 可是像這樣講說 像我們在國外的環球員的迪士林 他因為 第一個他會 他會不斷地墊新 對 會有新的東西進來 那你會發覺說 欸我還有新的沒有看過 甚至我上次沒看過 我上次來沒有這個啊 這次有 那你會相當的吸引他 維持 他一直能夠維持一定的品質 也很重要 那你認為就是說 有的旅遊公司 投資這些東西 發覺說 哎呀反正這還沒賺到 還沒賺夠版 我幹嘛去換 等他換了再說唄 會不會有一窩蜂 比如說就是像剛剛提到說 就是像那些 以歷史為主的那些東西的話 很熱門 對 會不會到處都蓋類似的 像比如西安 西安就很嚴重了嘛 西安就好幾種 好多那種大唐的一些什麼 對 相關的 像包括不管秀場 不管遊樂設施 就像我們所講 那像像那種體驗那個 八路軍 欸我跟妳講 這一旦這個轟了 這邊轟了 馬上這邊就我們做 馬上一堆出來了 對 所以說大陸會有個情況之下 洗心驗舊的東西會特別快 是 以前什麼什麼文化隱成 現在呢 拍完片子沒有了 就荒廢了 對 像那個大理立江 在大理的部分 有一個什麼天龍八部隱成 是 剛開始哇很熱鬧 現在呢 沒什麼要去 因為看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不會有什麼多大的變化 那會造成一個現象是 這些很快就很快就會爛尾 投資的負貨就沒辦法 所以他剛開始定的面條 新的東西都會很貴 都會非常貴 好幾百塊 對不對 就這樣換算成台幣都超過一千塊錢 對 不然沒辦法回本嘛 對所以說妳這樣放延大陸所有的景區的門票 幾乎都是超過千元以上台幣 再講到一窩蜂 我倒是可以舉幾個例子給大家參考 比方說在大陸西遊記非常的紅 所以他會有很多西遊記工 跟西遊記相關的 據說就五十幾個 就以西遊記為主題的樂園 像比較有名的就像我們剛才所講的這個西遊記的部分 在江蘇有個花果山 那他的包裝的部分 因為他這個部分他也叫花果山 所以裡面有猴子啊 有人辦的啊 或是說甚至有一些秀的部分說定期 定這個時間說 我這個時間從下午 下午的一點到一點十五分 我有個秀場 你們大家來看不用錢 他是在這裡面發覺 一個體驗在我的西遊記裡面的啊 蜘蛛金珠八件 我跑出來 都會跑出來跟你打招呼 可是你看他已經有五十幾個 可是周星馳 就有消息傳出他大花西遊 特賣嘛 所以他還要在義烏搞一個大花西遊的主題樂園 對啊 所以說在中國的那種所謂的文化的主題樂園 反而是在中國大陸 現在目前是最正夯的 對 還有另外一種叫文化大觀園 是 就類似剛剛小胖講的 把各種不同的建築搞在一起 對 這種就有三十幾個 對 所以說在大陸有個中央就是 除了這些文化景去玩 玩了以後 你想說 那種遊樂設施反而 對大陸人來講 不太有什麼所謂的吸引力啊 對啊 不過大陸的旅遊 遊樂園的話非常多 可是有特色好像比較少一點 所以現在馬上回來 中國大陸的主題樂園 其實他的種類還挺多 比方說有冒險刺激的海洋世界 動漫電玩 甚至影城大觀園都有 可是門票的不便宜 我們的網友就問了 大陸主題樂園最省錢實惠的玩法是什麼 小胖 其實就像我要審決時會 第一個要先做功課 那裡面開始說 我景區 因為大陸裡面有所謂的景中點 就是說 我裡面花了這個門票 門票進去之後還在買 但是你要是必須做功課 你哪些是你要的 甚至在那個山亞 有個南山文教文區 有個黃金財神爺 下去看一看好不好 不錯 那我們門票買了180塊 台幣相當於900塊 不要 但是你要再去看那個黃金財神爺 對不起 還得再買票 是啊 那這樣整個花下來就很驚人 還更好笑的一件事情 那你可以摸摸黃金財神爺 那個財神爺帶來黃金 要再摸 再花錢 所以等於是你去之前的話 最好先上網找一下資料 做功課 它有什麼樣的東西 甚至說有些人家在網路上面 留下來一些評論 對這個景點留下來評論 你就可以知道 哪些值得去哪些不值得去 甚至說有的時候想說 像那些文化研究 又包車 對 那你要講其實說實際上 在大陸所有的景點景區裡面 我跟你講就是說 相當於門票超過將近百來塊台幣 那個1000塊台幣以上 你要有車你就寫 你要有車座你就修 你就坐車 不然會有個狀況 因為它太大了 對 你會走到兩條腿都斷 你還找不出 到時候 尤其這種三十五六度的天氣 你在景區裡面走 真的是受不了 對不過另外的話就是 大陸好像有流行的 叫做門票網 就比如說你要去哪個遊樂區的話 你可以上網去買 那有點像是那個團購的票 那種票的話可以買嗎 是它有些有些真的很便宜 是可靠嗎 它價格差很多 500多塊錢 只要十幾塊錢 對 其實這些門票 其實說實際上有的是旅行社賣出來的票 就像我們所講的 旅行社有時候切出來的票 他可能我一計要切多少 這樣 可是他實際上旅遊景區的門票 跟旅行 跟當地旅行社切出來的票 價格相當蠻大的 對 假如說我可能是一百八十塊人民幣 或者一張票只切出來外面 賣給一般的旅行社 只有三十塊 可是我旅行社付了那麼多錢怎麼辦 他吃了那麼多票下來 可是沒賣出去 他自己損失 對可以找當地旅行社去找找看 再去驗驗看 這票是真的還假的 對 對 其實這些當地的 比較有品牌規格的旅行社 大部分賣出來的票 都是真的比較多 因為他消耗不完 他就必須得做 那在這那裡 像我一杯背包客的話 你去到中國大陸 都要玩這些旅遊景 可以攤一些小朋友 找當地的旅行社 但是會有個狀況 你要我們門票門去 那有些說 我家住在景區旁邊 或是遊樂區旁邊 帶你 你可以從我們家後院去 對 可是我去哪裡找這種 那個影城旁邊 或是樂園旁邊的鄰居 這些在 你在買門票的時候 附近的一些店家 可以問一下 對 通通問得到 而且看得到 甚至於在你住宿的飯店 樓下都問到 我要去這個地方玩 這個遊樂區玩 我有沒有比較便宜的門票 可以買 會不會買到假票 買到假票的情況之下 會有 一定會有 但是你一定要 那些假票 跟真票 你可以當地的 稍微問一下 就可以知道說 假票跟真票 差別有多少 那最後的話 是大陸這些景 遊樂園的話 有哪些你會建議 最好不要考慮去 只要大陸的水上樂園 千千萬萬不要去 為什麼 夏天完全不是很好 我們講人的素質 會改變到一切 甚至我說到 在那個遊樂區裡面的 那個游泳池 可以看到漂浮物 那甚至還有一點說 大陸的民眾 會有個狀況是 反正有穿褲子 不管 穿的不管是內褲 還是游泳褲子 要去下水 所以就有愛觀瞻了 就對了 其實我有機會到大陸旅遊 因為大陸只能看的人物 或自然景觀非常多 遊樂園不見得 要排第一個優先的選擇 對啊 也許明年我們可以開一看 上海的迪斯米 今天非常謝謝小胖 謝謝觀眾的收看 明天繼續大耳環智